sumif加通佩服 通佩服在函数中的应用 如何从这个表格中 快速准确批量的计算出 这三个年级的总分呢 我们会想到用筛选法 把每个年级筛选出来 再针对每个年级进行汇总 如果要求的汇总项不多的话 这样操作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这里有上百个汇总项呢 难道要一个个的筛选汇总吗 显然是不可取的 那么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呢 用sumif求和函数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看这个成绩表 没有单独的年级一列 在学生信息中 都是年级加姓名的格式 在不改变原有表格结构的基础上 用sumif加通佩服的组合 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sumif加通佩服组合的奇迹吧 首先了解一下sumif函数 单条件求和函数 一共有三个参数 点击四年级总分单元格 在编辑栏输入等于sumif单条件求和函数 第一个参数区域条件区域 我们要求出四年级所有学生的总分合 那么条件就是四年级 矿选四年级所在的区域 由于公式是要往下拉进行填充的 这个区域不能随着公式向下跑动 所以要把这个区域固定 按F4进行绝对引用 逗号 第二个参数条件 要求出四年级所有学生的总分的合 四年级就是求和条件 但是表格中没有直接的四年级 而是年级加姓名的格式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通配符了 点击四年级单元格 连接符号 英文状态下的双引号 引号中间输入通配符新号 新号代表任意长度的多个字符 这个合并的参数意思是 四年级所有的学生姓名 不管姓名是两个字的还是三个字的 都归类到四年级的年级里 逗号 第三个参数求和区域 矿选总分这一列 这个区域也是固定不变的 按F4进行绝对引用 回车 下拉填充 搞定啦 我们总结一下 1.SAMIF单条件求和函数的应用 这是公式和参数 2.当通配符出现在公式中的时候 用连接符号与单元格合并成一个参数 而通配符本身要用英文状态下的双引号引用起来 SAMIF加通配符组合的应用 你学会了吗 点个赞哦 快收藏起来吧 下期讲解 VLOOKUP加通配符组合的应用 关注我 每天学个办公小技巧 你很聪明的 这个投 vole 我也听说